我們講完如果背公式之後 我們要講它是運用 基本上如果你照我的方法把公式背起來徹底了解之後 你的運用的問題就會少一大半 但是呢我們還是要提示各位幾件重要的事情 第一件事情算什麼帶什麼 算什麼帶什麼這個意思有兩個 背D等於V分之M D叫做密度 V叫體積M叫質量 該放體積的就要放體積 該放質量就要放質量 第二件事情是 我要算水的密度要帶水的體積要帶水的質量 我算冰塊體積要用冰塊質量跟冰塊的密度 算水要帶水算冰塊要帶冰塊 你不要說拿油的體積 帶木頭的密度去求水的質量 老師誰會那麼蠢 你放心舊人會這麼蠢 等到三年級學電學的時候 電主一電主二電主三 結果呢要算電主一的電壓 你結果拿電主二的電流 拿電主三的電主 然後就往裡面做 看到數就亂湊亂湊 你就出問題了 所以 該算冰塊就算冰塊 該算水就算 水要做算什麼帶水 第二個找到不變找到相等 我們國中的程度呢 解決的數學問跟寫等式 所以我們就要寫出個等式 什麼等於 什麼 然後我們就把它解決出來 你就把它解決 所以你就要 變出一個等式 就要找到相等 變個等式 幫我們解決 特別是那種狀況A碰到 就變成狀況B了 原來是這樣 然後變成那樣 請問你怎樣怎樣怎樣的時候 我就要問自己 什麼東西在現在跟等一下是一樣的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有一個連結 就可以寫一個等式 A會等於B 左邊會等於右邊 可以 狀況A變成狀況B的時候 更需要找到一個 東西是相等不變的 所以我們說要找到不變 可以找到相等 從最後的問題想起 拿到題目不會寫 不知道怎麼寫 就不要管 就看最後問什麼 最後問密度是多少 就問自己 有沒有密度公式 然後密度公式上需要什麼東西 我有還是沒有 然後看一個一個的去找它 就解決掉 OK 從最後的問題 有的時候最後的問題 沒有直接的公式 請問你要加水多少 可以配成百分之二十的容易 加水本身沒有公式 可是百分之二十有公式 就從相關的公式開始想起 所以呢 好 最後呢 是如果是一個固定條 就是等於椅子 如果是質量一定 質量一定 就是質量就等於椅子 體積 體積 正確是要射成X 射成M 射成V 那你可以把它射成E 或者是2 或者隨便一個數字 我算就可以了 所以如果是什麼什麼一樣的 質量相同的兩部題目 就等於質量 已知 射成E 或者射成一個M 或什麼之類的 來解決它 就是提示你運用公式的時候 就是要注意的事情 我們要算什麼 帶什麼 要從最後的問題想起 要找到不便 找到相等 OK 舉例 這是未來我們學密度的時候 長行會出現的體積 他說體積100立方公分 密度是0.9的冰塊 全部都變成水 請問你它體積有 水的體積有多少 好 最後問的是體積 有什麼公式有體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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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從最後的問題想起 我最後的問題想起 有公式有體積嗎 有 D等於V分之類 那現在要求D等於V分之類 我要求的是水的體積 所以我需要誰 我需要算水的質量 我需要水的密度 所以我需要去帶水的密度 水的質量 要做算什麼 帶什麼 算水就算水 算冰塊就算冰塊 然後呢 水的密度是要背的 是1 所以不用管了 水的密度是要背的 1 可是怎樣知道嗎 不知道 所以現在體積從 求水的體積變成求誰 對不對 水的質量 那些求水的質量 完蛋 沒公式可以用了 因為D等於V分之類的 其實已經怎麼樣 用過了對不對 就是這公式已經 死路不通了 那 還有方法嗎 看看題目 喔 這個水怎麼來的 冰塊變來的 對不對 冰塊化成了水 原來是狀況A 後來是狀況B 老師說 從狀況A變成要怎麼樣 找到不變 找到相等 找到不變 找到相等 冰化成水 什麼東西沒有變呢 喔 老師教過了 質量不會變 也就是說 水的質量就是水的質量 就是冰的質量 所以現在呢 剛才是先要求水體積 發現要求水質量 為了要求水質量 我敢先求誰 還求冰的質量 因為B的質量就是水的質量 所以現在改求冰的質量 那有什麼公式可以求冰的質量呢 又想起來 還是誰啊 D等於V分之間 D等於V分之間 但是這個時候 你要求的是冰塊的質量 所以你要帶誰 冰塊的體積跟冰塊的密度 這要做算什麼 帶什麼 算什麼帶什麼 題目有沒有冰塊的密度 有 有 有沒有冰塊的體積 有 那我就可以求冰塊的質量了 質量 冰塊的質量 OK 90克 這個時候就是 就誰的質量 現在算這個答案 應該是誰的質量 應該叫做冰的質量 但正好也就是誰的質量 水的質量 帶回去對不對 帶回去跟那個 再帶一次D等於V分之間 公式都一樣 都叫做D等於V分之間 但算冰塊的時候 要帶冰塊 算水的時候要帶水 現在這樣算水的體積 所以請帶水的密度跟水的質量 水的這樣按照90克 就帶進去 上完叫做90克 就上完 透過這個立體的講解 要你熟悉我剛剛講過的話 什麼叫做從最後的問題想起 什麼叫做算什麼 帶什麼 什麼叫做找到不便找到 相等 就是未來解決所有的 理化的問題的時候 我們共同的想法放在你心中 如果你覺得你不太會寫 不太會算的時候 就記得我教你的事情 從最後的問題想起 找到不便找到 好 相等 算什麼 帶什麼 以後我們還會去 給各位做這些講解 來說明一下 我們是怎麼樣做的 反正呢 就是這樣子 要用基本提示 告訴你們 我們公式要如何的運用 OK嗎 OK